今天咱们房屋改造暂停一天 大家好,我是五谷一 因为今天上午下大雨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去大采购一下 大家都知道那个老房子交通有点不方便 回到我这里要半个小时 如果在那里干活的话 中午要回来这里吃饭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来回跑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今天打算去街上买一个便携式的柴火灶 然后后面买一些锅碗瓢盆带上去老房子那里 到时候午饭就直接在老房子那里解决 跟我妈待会一起去逛个街 还有五谷 想上厕所了 顺便让你们看一看我们这个小县城是什么样的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巷子 老巷子 还是不错的 往前一走 就是大街了 对面是一个公园 很多老人家在那里听戏成年聊天 这里还有这个 好多这种竹制品可以卖 到时候我房子改装好了 跟这里买一些东西 今天要买好多东西啊 就是首先就是柴火灶 还有大铁锅 还有就是一些锅碗瓢盆啊 还有一些调味品啊 还有雨鞋啊 因为明天打算去把那个门前那个水沟给处理一下 这里就是我们的大街哦 看一下 其实我们这个县城并不大哦 所以像这种除了过年过节的时候 路上可以看得到年轻人回来 平时这街面上都是老年门居多 因为就业岗位不多 这个就是翠江哦 所以我们这里又叫做翠城 像这种店铺 你看 是不是很有乡村气息的衣服 你看这就是我们这里的街啊 都没什么冷 卖的这些衣服很有乡村气息 就是年茶 这就是最最美好的夏天 记录着最最美好的一切 微风它轻轻抚摸 我都连你突然悄悄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最最最美好的夏天 大采购回来了 看一下这个东西哦 这个就是那个简易的柴火灶 还没有组装好 到时候明天带过去再进行组装 买了一些桌子呀 还有一个大铁锅 因为这一次房屋改造 肯定要花很长时间 造也没办法那么快收拾出来 所以只能买一个这个 到时候中午在那里做做饭吃 明天咱们继续改造我的小院 好了 喜欢我的点点关注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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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